綠中帶紅的玉盒包 剝開外殼 露出凝脂玉滴的果肉 放進嘴裡 清淨一咬 瞬間爆漿 但想要品嘗 原來受到氣候影響 玉盒包最大產區的高雄大樹 今年產量剩下不到三成 因此也傳出 有人到產地搶貨 其實玉盒包這個月底 才正式開賣 但有不少行口 已經提早到產地搶貨 因此原本開採前的價格 北農每公斤 落在約四百多元 今年已經飆出683元 創下歷史新高 另外高雄的隨蜜桃 最近也進入盛產期 利用假日 果農親自到市區擺攤 為了吸引顧客 有些攤商 還大方提供整顆試吃 蠻甜的 又甜 水分又多 民眾大戰 但果農卻開心不起來 因為今年產量只有往年七成 但價格卻不敢調漲 因為同樣受到氣候影響 果實多數偏小 今年產量算少 大粒的比較少 通常三月是 那個梅雨季節 但是梅雨季節沒有下雨的時候 水面好像漲不大 因此 每核從八粒莊到十六粒莊 價差只有150元 只希望薄利多銷 別讓血本無歸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